在澳门生活了15年的大熊猫鼠翔 今天乘搭专机返回中国老家 有市民在鼠翔从澳门鸡校农场出发到国际机场途中 在路环不舍地为他送别 鼠翔是中国政府在2010年送给澳门的 澳门之后将他和另一只熊猫取名为开开和星星 纽约星星去年不幸去世 中国计划另送两只熊猫给澳门 树翔将会回老家参与玩意计划 准备开支散业 照片里这一辆一辆改装车 你是不是感到似很相似呢 没错 他们都曾出现在一些好老屋的电影或电视剧中 这些改装车都是被誉为改造车之王 或是蝙蝠车创始者乔治·巴里斯的作品 他11月初在洛杉矶去世 享年89岁 一些人早前就驾着他过去所改造过的车 经过他那工作了几十年的店 以向他表示怀念和致敬 11月28号 一般墨西哥人各式起法将自己打扮成英国匹头次乐队的成员 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贝克公园内四处走动 创下了基尼斯世界纪录 他们站立在跟真人一样大小的人行李拍前 随意摆出姿势 任重人拍照 用行动带民众重温匹头寺那些年迷人的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